进门窄,鞋柜一定这样装 入户压口只有20公分 以前都做半墙鞋柜 放不了多少鞋子 不仅空间太浪费 台面也凌乱不堪 常穿鞋子都堆在门口 每天蹲着换鞋太受罪 鞋柜突出一截还挡住大门 不如这样做 一,门边先做20公分薄柜 下方鞋叉式设计 放不常穿的鞋子 上方设灯做重点照明 手提包也能随手放 二,右边做到顶鞋柜 顶部放日常杂物 下方装旋转鞋架 两边都能收纳 鞋子再多都不怕 关上柜门不落灰 三,中间做鞋脚柜连接 解决厚度不一问题 装上柜门更美观 四,底部留空18公分 收纳长穿的鞋子 五,把电视柜缩短 增加一组薄侧柜 放上绿植更轻心 再去掉下方底板 记得提前留插座 嵌入扫地机器人 记得柜门缩短15公分 方便扫地机器人进出 六,最后门边装挂钩 随手挂围巾外套 搭配折叠换鞋的 回家换鞋不弯腰 进入主页